中国从事外贸旨在获取外汇,但赚取外汇的目的并非单纯积累美元,而是利用这些外汇购买国内所需的高质量商品。美元,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转换媒介。 1.石油。2023年我国石油产量20891.5万吨,进口56399.4万吨,剔除对外出口的142.1万吨石油,实际消耗的石油总量约为72648.8万吨。 用石油进口数量除以石油总消费量,得到的对外依赖度升至77.63%,但从乐观的角度看,则表明中国人消费的石油中有74.6%是由外国提供的。 这些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和俄罗斯。 2.铁矿石与铃矿石。2023年,全球铁矿石出口总量为26亿吨,其中11.79亿吨流向了中国,总价值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这使得中国的铁矿石对外依赖度高达82.3%,及中国所使用的铁矿石几乎都是进口的。 中国对铁元素的丰富程度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地质现象。 在进口到中国的11.79亿吨铁矿石中,澳大利亚贡献了7.37亿吨,占比63%,巴西则提供了3.785亿吨,占比32%,两国合计占比达到了95%。 国际化能显著提升经济效率,实现1加1远大于2的效果。 世界上许多小国只需专注于发展2至3个具有优势的产业,便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你看看铁矿石数据就知道了,中国用的铁矿82%来自进口,而进口的铁矿石95%来自于澳大利亚和巴西。 中国不是不想供应商多元化,而是这两个国家的铁矿石太变态,质量太好,价格太低,堪称矿石界的中国货。 其他国家的铁矿石没有可比性,而铃矿石,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核心材料,全球的铃矿石几乎都送到中国来了。 中国身为世界第三大铃矿石产地国,铃矿的对外依存度居然高达70%,而进口的铃矿60%来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不仅生产铁矿,这一家的铃矿产量也等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但澳大利亚的铃矿石被澳大利亚人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中国,为了换中国手里的外汇。 三,铝土矿。 中国的铝生产大国,但本国的铝土矿储量却并不多。 虽然中国的铝土矿储量不多,但中国却疯狂地开采,把产量拉上去了。 2007到2015年,中国铝土矿的产量年增速高达15%,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让中国以全球3%的铝土矿储量拥有了全球第三大铝土矿产量。 可惜中国的铝产量太高了,一家的铝产能占了全球的60%,这个离谱的数据导致疯狂挖铝土矿的中国严重缺乏铝土矿,只能进口。 2023年,中国进口了1.41亿吨的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0%,全球第一大铝土矿出口国是几内亚,2021年铝土矿出口量高达8560万吨,其中5482万吨卖给了中国。 全球第二大铝土矿出口国是澳大利亚,2021年铝土矿出口量高达3780万吨,其中3408万吨卖给了中国。 没有这些国家每年源源不断地把铝土矿送过来,中国练不出那么多铝。 4.大豆 大豆也是每年消耗中国外汇的大头,2023年中国进口了1亿吨大豆,整个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2.3%,可以说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大豆都是外国送过来的。 因为这些大豆,中国人才能吃上这么便宜的肉,食堂和路边十几块钱的盒饭里才能塞满了肉和油脂。 2023年全球的大豆出口总量为1.78亿吨,其中1亿吨被送到了中国这里。 中国购买的大豆主要来源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三家。 5.橡胶 天然橡胶属于战略物资,大量工业品没了橡胶就无法工作。 比如一辆解放牌4吨,载重汽车的制造就需要橡胶200多公斤。 一辆硬做车厢的制造需要消耗橡胶300多公斤。 一架喷气式客机需要消耗橡胶600公斤。 一辆万吨巨轮需要消耗橡胶10吨。 从轮胎到胶带到密封电圈等,橡胶的使用无所不在。 2023年,全球总共只产出了1431万吨天然橡胶,其中606万吨卖到了中国。 中国采购的天然橡胶,主要来自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对外依存度高达80%。 6. 涅矿 2023年,中国进口涅矿4287.84万吨,对外依存度达83%,大部分涅矿都是买外国的。 而2023年,菲律宾是全球第一的涅矿沙及其金矿出口国,其出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88%。 涅矿这东西非常奇怪,就和便宜好用的石油老天爷都安排在中东,便宜好用的铁矿老天爷都安排在澳大利亚一样,全球便宜好用的涅矿老天爷都安排在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印尼对涅矿和铝土矿出了禁矿令,打算发展发展本国冶金业,但菲律宾没有这么做,而是趁机疯狂地出口涅矿,这些涅矿几乎都卖到了中国。 7. 天然气 中国是天然气生产大国,但消耗量更大,2023年中国进口了1.2亿吨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50%,但2023年全球的天然气出口量才4亿吨,相当于全球天然气出口量的25%都给了中国。 8. 动力煤,中国是煤炭大国,不怎么缺煤炭,对外依存度仅为10%,但就这10%的缺口,中国在2023年进口的动力煤数量达到了3.53亿吨,其中75%采购自印度尼西亚,而全球在2023年的动力煤出口量才首次超过10亿吨。 9. 铜矿时,中国自古以来就缺铜,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之后更是缺铜。 2023年,中国进口铜矿沙及其金矿数量为2754万吨,进口金链铜351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了80%,这里,毕鲁和钢果为世界铜矿产量前三强,而他们挖出来的铜矿大部分都拉到了中国。 10个矿时,2019年,中国进口各矿总量为2500万吨,占全球总出口量的75%以上。 而各矿这个东西,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为99.8%,本国没有没关系,只要有外汇,外国人自动挖好了,送上门。 不然我们搞全球化干嘛,努力出口赚外汇又是为了什么? 11. 高矿石 高矿石为稀有金属,全球的高矿储量仅为7400万吨,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与南非,占比为74.32%和7.57%。 中国不是没有高矿储量,但总储量仅占全球0.1%,中国已经很努力地挖掘本国那点高矿了,可对外依存度还是高达90%。 2023年,全球总共挖出了160万吨高矿石,其中65万吨送到了中国,主要是澳大利亚人送过来的,我们为此耗费的外汇仅价值90亿人民币左右。 12. 高矿石,这又是个稀有金属,锄量和产量都低的发质。 2023年,全球股的产量仅为23.7万吨,好消息是,全球股的需求量仅为19.9万吨,就这么点产量还能供大于求。 刚果共和国挖出了17万吨谷矿石,占全球产量74%,印度尼西亚挖出了1.7万吨谷矿石,俄罗斯挖出了0.88万吨, 澳大利亚挖出了0.46万吨。 至于中国,几乎没挖出来,股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了98.41%,预计在2025年会达到99%。 但没关系,只要花费一点点外汇,刚果人就会把股矿给我们送过来。 13. 鹏矿石,全球鹏资源出口总量为250万吨,但中国一家进口了149万吨。 至于来源,看到全球产量图了吗?那根绿柱子是土耳其,这个国家的鹏产量太恐怖了。 而且又便宜又好用,限制土耳其鹏产量的唯一因素就是订单。 鹏矿石,中国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80%,但换句话说就是中国需要的鹏矿石不需要自己挖,别人会自己送过来。 14. 甲肥,甲是农作物生长三大必须营养元素之一,但中国缺甲。 其实也不怎么缺,中国也是世界甲肥生产大国,有青海柴达木盆地与新疆罗布泊两个甲肥胜地,这两个地方产出了中国95%的甲肥。 以绿化钾为例,中国的粘产量达到了700万吨,可惜农民需求量太大,还需要进口793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了50%。 并不是说不计代价就产不出1400万吨钾肥,而是外国卖得太便宜,中国便宜钾肥的产量只能做到700万吨。 加拿大,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甲烟储量占68%以上,堪称甲肥变定,他们愿意出售甲肥的价格很低很低。 只要愿意花点外汇,他们自己就会把甲肥送过来的。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原材料是不可替代的,几乎所有的矿石中国自己都能挖,只是成本贵而已。 那极少数的几个对外依存度能有99%的,虽然极其稀有,但消耗量太低,平时随便就能储备个几年所需,暂时已经足够用了。 不过成本高,这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产能不是说拉就能拉的,因此原材料的供应安全我们需要保证。 中国对外依存度高的重要原材料,我上面已经几乎全裂了。 稍加留意后可以发现,除了大豆之外,其他几乎全是中国够得着的国家,尤其是量大的物资几乎都是如此。 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刻意安排订单后导致的结果。 东南亚半岛和中国陆地接壤,中东和俄罗斯是中国交好的对象,剩下的就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了。 但这两个国家和中国很近很久,和美国很远很远,中国离开第一岛链后,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菲律宾,第二个就是印度尼西亚,第三个就是澳大利亚。 尤其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和中国的互补程度堪比中东,中国很缺一个澳大利亚。 所以,中国这些年狂建海军,就是为了保卫我们到中东以及澳大利亚的贸易航线。 澳大利亚每年不是花费300多亿澳元来和美国一起建设海军,以确保自己和最大贸易国中国的贸易航线不受中国的威胁吗? 巧了,中国也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确保自己和最大矿石供应国澳大利亚的贸易航线不受澳大利亚的威胁。 中澳之间目前的自由贸易状态非常好,长期维持这种状态有利于中澳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种状态。 美国政府想破坏不行,澳大利亚政府想破坏也不行。 2023年,中国进口2.55万亿美元,除电子元器件外,进口产品结构里原材料和低级产品占了大头。 我们每年拿出这么多外汇买着买那,付出了什么呢? 2023年,中国出口3.38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类目是高新技术产品,占比24.93%,第二类目是电子产品,占比18.12%,这两项加上汽车占比已经达到了50%,总金额高没什么。 但这个出口结构太可怕了,落后国家无所谓,美国看了非常心慌。 美国不希望中国的技术继续升级,希望中国一直乖乖当血汗工厂,但中国不同意,所以中美爆发了贸易战、科技战以及金融战。 而对中国来说,通过制造这种科技工业品来换取大量的原材料,这样的日子每多坚持一年,自身的实力就强大一分。 但美国不会做事这种事情发生。 下面是202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列表,和中国贸易额最大的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 从这个贸易额排行表中,你可以破解很多国家政策的秘密,很多事情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原因就在这个贸易额排行表中。 在美国的脱钩下,你可以看出,除美国本身外,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我们的贸易额都下降了10%左右,非常整齐。 而美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都大幅下降,但同为美国势力范围内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额反而提升了4%,俄罗斯的对华贸易额固然增长了恐怖的26%, 但印度的对华贸易额其实也悄咪咪的增长了1.5%。 从这个对华贸易额同比增长率的多寡,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真正态度。 对华贸易额减少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态度就越差。 在美国势力范围内,但对华贸易额减少不多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和英国,对华态度就很明显有点出功不出力。 而澳大利亚身为五眼联盟之一,你有多久没在国际时事新闻里看到澳大利亚出来给美国帮腔反华了? 最近一年感觉澳大利亚都销声匿迹了。 俄罗斯对华有善就不说了,这个印度就比较好玩,从这个贸易额增减来推断, 印度和中国就是在逢场作戏,假打一场给美国看。 印度想借机问美国要点好处,中国给予配合。 当然这是建立在中国强大的基础上,印度这就是老油条战术,谁都不得罪死,但谁都不真心投靠。 如果中国在和美国对决时露出的颓势,我毫不怀疑印度会狠狠地扑上来咬一口。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2023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表里,大量的同比下降,显著增加的仅有俄罗斯,远远抵消不了下降的。 但2023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出口23.77万亿元,同比增长0.6%,进口17.99万亿元,同比下降0.3%,实现贸易顺差4.3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扩大13.6%。 对中国的前20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都是跌多涨少,中国在2023年是怎么做到进出口额还能小幅微生的,甚至贸易顺差还出现了巨额扩大。 因为地球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止20个,下面那些国家每个都很小,但如果量足够多,可以引发质变。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都出现了显著增长,对中东和非洲的贸易额也出现了显著增长。 美国用尽全力带着麾下所有国家对中国减少的贸易额被我们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给直接抵消了。 美国这次是出了全力的,不仅动员了麾下所有小弟还寄出的金融战武器,直接把利率给拉上了天,然后撤掉了所有能撤掉的对华订单。 我们抵挡了首波压力,几乎中和了美国的所有攻势。 等着第二波的猛力攻击呢? 嘿,一瞅,第二波攻击倒不来了了,力量在首波打击中用完了。 从去年到今年,热钱一直在流露中国,想法推高中国的股市、房市、大宗等等。 第一的目的是炒作泡沫后割韭菜投机余力。 第二就是将中国资产高度泡沫化后,在美联储收紧货币后抽身离去,杀估值与资金抽血同时打击,导致中国的资产大跌,量成金融灾难。 等到中国的资产严重下跌后,外资的热钱再次流入低价抄底,将中国多年积累的实物资产与财富低价据为己有,完成对中国的收割。 所以,中国去年到今年那么难,还是坚持压制房市,调控房产,就算经济艰难,也没有再放松控制。 中国在走的路是适当宽松,精准灌溉,在保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中选择了货币独立。 当华尔街控制大宗原材料价格暴涨的时候,就逼着世界其他制造业大国,不得不跟着美联储降息大放水。 因为不这样做,第一会造成国内的外汇储备大幅贬值压力。 第二,只有这样,消费端的消费者们手里才有钱去购买成本大幅度提高的商品。 而如果其他国家不敢跟着美联储大放水,巨大的升值压力就会蚕食其国内制造业利润,造成其他国家制造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局面。 因为如果消费端因为自己央行不放水而导致下游传导不畅,那么再加上生产端原材料价格暴涨,就会让企业面临巨大的亏损压力。 所以,基本上来说,只要美联储大放水,世界其他国家迫于压力就不得不也跟着大放水。 但这样的话,美联储的通胀压力就顺利成章地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身上了。 但这次中国还是顶住压力不跟,任由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造成压力,任由美元贬值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值损失。 在保汇率还是货币政策独立中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这是为长远季,只要中国顶住了这波压力,事后美元收水时对中国的影响就会直接减弱。 相反,美国现在放水却要承担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而且,美国为了这次的大放水,国债规模已经直接飙升为31万亿以上,而美国去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2万亿美元。 现在美国的利息很低,只有0%至0.25%,但只要美国敢加息,比如利息提升为2.25%,国债利息支出就将达到6975亿美元。 单单利息支出就能占据美国财政收入的10%左右,财政支出压力直接加大。 要知道,美国去年的财政支出为9.8万亿,早就已经入不敷出,利息在增加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赤字只会更加巨大。 美国是可以选择继续印钱,但无休止的印钱只会打击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全球去美元化行动。 实质上,中国早就开始推进这方面的行动了,中国近年推动了人民币直接国际结算,本就是为破局去美元化做的努力。 美国如果继续选择大放水,只能说是不做不死。